然後再去給它抽屍 然後抽屍下來之後我們就會把它疊往 疊往子 疊往然後它就會變成不織布了 就是這麼簡單 製作的就是聚領系 所謂PP就是聚領系 那中間層也是聚領系 那內層的話它是一個雙組份的 組成或者是 PP 那我們講一下一般用跟 外科手術用的差異 如果是一般用的話 我們目前都是用這個方式去組成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測試一下 就是PP的話它是百分之百輸水的 所以你把水弄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水組裝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測試一下 把水倒上去 它並不會滲透到內層去 有多孔性的嗎 你有壓力像它 它的水會藉由這個孔跑進去 那你們可以再把它轉過來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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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